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号称最盛世的宋仁宗时期达到顶峰 最多时的人宗庆历年间进军人数达一百二十余万 其中主力作战部队及马军不均为八十余万人 这就是水浒传中八十万进军的由来 教头 俗称教练 是负责操练士兵武艺的人员 水浒传中 严重的大卫士 东京八十万进军枪棒教头 也就是负责操练进军枪棒武艺的教练 他对进军没有指挥权和管辖权 除了教习武艺外 进军士兵不会听他的话准确点讲 所谓的八十万进军教头并不是军官 而是一个不入流的虚职 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 本学家范仲淹 在任广德军司里参军时 为了提高士兵的战斗力 而在军队中挑选武功高强的 士兵作为兼职教头 每一位教头负责训练十至二十名士兵 这便是进军教头的前身 展开权文 然而这一时期的教头 只不过是个临时的岗位 并没有进入朝廷的编制 直到宋神宗时期 才逐渐有了进入编制的职业教头 职业教头 指的是训练部队的军职人员 其中寻交使臣的职位最高 其次是都教头 教头 寻交使臣是临终的顶头上司 负责管理军队的训练情况 和都教头 教头的工作情况 寻交使臣的官职只有七品 都教头更低 而教头 则是没有品贤的军力 北宋官制比较复杂 官和立分解明显 官 有正式编制 属于国家公务员 一般通过科举 因补等方式进入 地位很高 历没有正式编制 相当于临时工 一般通过招募方式进入 地位齐迹 北宋各级政府和军队中存在大量历职 水浒传中大多数层在政府供职的好汉都是历职 比如宋江的压司 带宗的杰吉 古宗的 诸头 林冲的教头等 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 只是名称听着爽而已 给人感觉八十万的禁军 都是林冲一个人教出来的礼一样 其实 林冲在东京开封府 真的是一个排不上号的角色 面对当朝太尉儿子的高崖内 他还真是惹不起 再来说教头的选拔 北宋中后期的政治环境非常搞笑 大事特别糊涂 小事极其认真 比如 边疆问题上迟迟拿不出解决方法 朝中全臣当道 社会环境混乱 但选拔教头这种相对小问题上 却非常认真 严格 北宋的教头一般都是在军队中选拔的 从几百名精兵中选拔出一人 而后在都教头手下受训成为教头 最后在依照教头的个人本体上